王思甲和老公结婚5年后 开心一来宝贝女儿小王妹 时常会在社群上分享育儿日常的她 轻易透露爱女上学后经历了病毒库 让她直呼觉得很疯狂 王思甲说到女儿去上悠悠班的第三天 回家后就开始有咳嗽症状 只有跟学校到假 去看了医生也吃了药 没想隔天症状不同 开始流鼻涕的发烧 结果又回诊拿不同的药 但因药太苦让女儿崩溃大哭 王思甲谈言女儿因感冒 情绪变得很敏感会莫名哭闹 若不是还有保姆在一旁帮忙 我想我已经早就在地上打滚了 林可彤看到王思甲发文后 也留言表示 我要加一次都是病两个 这点应该让你比较安慰 让王思甲笑灰 真的是好用心的安慰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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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